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Maverick 的顶部同样还是密密麻麻的TC2三轴碳纤维材质 但相比于Epic Flash 闪电侠的头部还是少了一条红线 就如我们的一拳超人 变凸了会不会也变强了呢? 新的盖面是使用一种高强度的FS2S TIE来制作 盖面还刻着SS20的字样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更轻更坚硬 减轻了的重量还可以挪到后方 让standard版本更加容错 这款盖面同时还用了更加牛叉的超级人工智能AI程序来设计 搭配着一直饱兽欢迎的胶杯越狱技术 让我好期待测试它的手感啊 底部的设计非常简洁 剪去了华格的配重调整 中间有个Merick Logo 而这款standard最特别的地方就要从侧面看 它的尾巴特别翘 据说灰干时还能减低空气阻力 增加稳定性 帮助球速比较慢的球友起球哦 干面10.5度OptiFit的套管提供了-1不变加1加2这四种度数的调节 配合标准和左翼的两种洋桨设置 共有8种不同的设定 这次测试用的干身是代工的TOL AD SZ-5 Type II 干身 S硬度45.5吋长 重53克 握把则是Golf Prime的TOL VELVIN 360 今天来到我们的新测试场地和新Fullside GC4的测试系统 非常棒 它的系统和数据更加全面了 而我们要测试的也是2020年Colorway全新推出的Maverick 和Maverick Sub-Zero standard版本呢是这一个屁股比较翘一点点 而这个普通的Sub-Zero呢 是就是低道选板咯 而这一期我们先来测试Standard 为了更好的对比 我都会用这个TOL AD的S 干身 因为Sub-Zero我们手上这个干头是9度的 所以我把它也降低了1度 所以现在是9.5度 老规矩还是10颗TILOT 4 V1 现在国领放在280码 2020第一干 我冲了 哎呀 其实休息了这几个月 我一般球是往左一点点的 我们新的系统都很多数据 nice that is going places 再远一点 航空时间再长一点的话 我估计它要冲锅 还要上餐了 不然我怕飞行的人会有点饿 容错性也太好了吧 怎么打都是 它附近 All right Let's go OK 水干打完 一起看一下新的数据 浅蓝色的区间标志出我过去半年统计下来的平均数值 灰色的线条代表刚刚10次击打下来的平均数据 干头速度和球速分别是110.3英里和149.4英里 起胚角18度 倒旋3081最高点46码 最后飞行距离和总距离分别是251码和265码 OK 评分环节 颜色上 橙色有点前卫 碳纤维的整体形状实在太好看了 外观 5分 这一代Colorway的Maverick三款不同的一号木干头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这都是得益于人工智能AI的设计 的确这款Standard的打杆更加扎实和爽了 收感5分 这款号称容错性超强的设计果然不是盖的 感觉怎么打都怎么值 Awesome 容错我给5分 毕竟容错和距离比较难同时得到 3000多的倒旋距离一定有所损失 但是这款干头本来就是为了最道化的提高容错而设计的 So 距离3分 打出来的声音 OMG 不知道是否也是通过AI设计的 但可以说的是至今最好听 我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 声音5分 中俄来说 如果您的干头速度比较慢 然后想要一款容易起球 又能大概率上球道的Driver 这只非常好 官方零售价是6280 线下店应该能在4700元左右成交 对我来说 性价比能给个3分 如果你看完这期视频 就准备出门购买这款标准版的Maverick的话 少安污造 我们先在这里剧透一下 一定要看完下一期我们要测试的Maverick Sub-Zero 第一道全版再做决定哦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一定会亲自回复你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击订阅和转发 好了 guys that's a wrap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